针对组屋屋主不拥有组屋单位的指责 国家发展部长黄寻才表示 这既不属实 也没有法律根据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国家发展部长黄寻才 在建屋发展局的研讨会上表示 公共住屋是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 政府欢迎国人的意见和反馈 但讨论应该根据事实 他指出 有言论指 政府组屋买家不拥有屋子而只是租户 但这与事实和法律都不符 他强调 组屋同私人产业一样 拥有99年利器 他也指出 新加坡的空间有限 政府需要重新使用土地 为下一代提供可负担得起的主物 黄寻才也在会上提及 登加市镇发展项目 建屋局将率先发展 占地90公顷的田园区 其中2000平方米的空间 将保留作为社区花园 让居民自己耕种蔬果 促进邻里交流 提倡肝榜精神 1500个政府组单位 将在11月推出供公众申购 提示我的兰末 达重要性 达重要性 达重要性